那我其實前幾天看的時候 5月11號 我們新透額其實是比關鍵品網還高 我們那時候這些網站第一名 那這幾天又變了 他就每天都在變了 到今天關鍵品網又變比我們高一點 可是你發現是沒有剛剛那麼高 差那麼多 剛剛他送到第二名高很多 現在他還是第一名 我們大概看250名 這個250名是什麼 是所有台灣的所有網站 不是新網站 包括商業網站 包括養虎這些網站加起來 全部的比較 那關鍵品網是2290名 用個264 有一個科技新報 科技新報剛剛 因為他跟學運沒有關係 大家都沒有提到這個 科技新報也是去年 大概八月成五 很短的時間 他就衝到那麼高了 那他科技新報也是新聞的產量不多 可是他有一個特定的 很明顯的定位 科技產業 是IC 這種IT的產業等等的報導 很多人想看 因為我們是網路世界 3C世界 通常每一刀29 明報 他也沒有算到這個 這也是當成立的 各位看喔 你看一下 他叫自己刀1000多名 Klava 16 Peple 講到今天一個重點 公共電視公民新聞平台 1860名 我剛剛講了 我們公民新聞網站 這公有7000多個公民記 那我們剛剛前面 大部分都是專業新聞 專業新聞的記者官寫評論還寫新聞 他們的流量或者影響力都高很多 可是我們公民新聞 明明那麼多人在這裡註冊討論 也有發新聞 為什麼我們的流量那麼低 相對就那麼低 我們的影響力為什麼不能變成更多人看到呢 發生什麼問題 這其實今天我特意要跟各位討論 好 其實除了剛剛講那個網站以外 其實有一個很特別的 在這學院裡面發生了一個 一個新聞媒體 那你可以說他不是媒體 就是台大新聞議論 各位有看到 這有一個他臉書 暗戰多少是3萬 他本來多少你知道嗎 我印象中他只有兩三千的暗戰 因為他是一個學校的社團 他有部落格一樣的網站 他人不多 就因為他是給學生用的 可是他在這個學運的過程中 他扮演了一個什麼 他變成一個這個學運的通訊社 他24小時發新聞 半夜有四年在發新聞 區域也在發新聞 所以他變成很多人想了解這個 學運新聞的重要的新聞來源 他再來發表 各位知道嗎 他在臉書 他不用架設任何網站 這種新手機要用網站啊 苦辣網啊 藥啊 各種藥 他不用 他直接在臉書 發新聞 所以他這個是借格上市 他不需要有一個自己的網站 他只要用臉書來發新聞 他影響力很大 我相信如果他把列入評比 搞不好比我們 剛剛那幾網站的 如果他是算網站來算的話 游覽率、閱讀率都還高 因為他 這次已經不是台大的學生了 他包括很多外校學員都一起來參加 來參與 他因為人手不夠 你知道嗎 半夜有人要睡覺要排班 要寫港 所以他們幾乎是 我知道 什麼教大的、師大的 很多學員都參與 他們變成一個 但是他們都志工對不對 所以結束之後 就平白了 其實他在學院的一個月 不到一個月 就去到12萬 那到現在還增加1萬而已 所以你知道 在學院過程中增加了非常多 那這樣的一個形式 他是在熱門議題 他發揮作用 所以這另外一種形式呢 就可以 所以我們現在 想要探討的就是說 我們公民新聞 我們其實有很多好的材料 我剛剛講的 他是一個 把他挖出來 一個礦石 我們不能挖出房子 那 可能啊 我覺得公民新聞才是 庶民智慧 公民智慧動物 可是 公民新聞 我是覺得是一個重要的工具 這工具是一個 提建他的工具 可是我們 會不會用 怎麼用 那我們只要讓他 發揮影響力 那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像有做過公民新聞 在table 你會覺得網站很好用 可是 有一個問題 他到底有沒有 整理 分類 或者說 怎麼宣傳 我怎麼要讓他 通路 更多人看到 有沒有在做這個事情 或者說做得好不好 這是很重要的 舉例好了 像我們新頭肯網站的新聞 我自己如果發一些新聞 在我們新頭肯網站 我沒有把它傳到臉書分享 我沒有粉絲網 或者說到別的地方去分享 領域率很低 領域率很低 領域率很低啊 所以我們要到一個臉書 那個 我們現在幾乎是三分之一以上的 流量是從網路來 是從粉絲 那個臉書路來 那我們公民新聞 我們每人都在生產很多公民新聞 可是沒有人去做這個事情 因為他影響力不大啊 人家根本不知道你做了什麼報導 那鬆散的資訊 怎麼要點時成金 這些東西其實 不是每個都一定都很好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去把它歸類 找出一些東西 整合在一起 變一套好的東西 每天都可以有不同的一套啊 為什麼我們都 就任由他分散 來自生自滅 其實這樣非常可惜 所以說 他重點不是內容 還是內容跟內容之間的連結是什麼 我們怎麼去把一些不同內容連結起來 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那個智慧說 我漏油事件 跟一個做水泥工的 他缺的是連結啊 如果連結起來 發現原來有這種智慧可以解決 另外一個人的問題 我們網站其實 路阿成功是要做到連結 不同的異類不同的人 能夠產生連結化 這叫跨界 跨界會產生什麼你知道嗎 從物理的角度來講 我們一個東西如果移到這裡來 就會產生動靈對不對 只有跨界所以移動的時候 才會產生能量 可是如果你不移動的話 你能量不會產生 你就是記者 所以 我 這我列了幾個 一些公民記者的一些困境 都也可以 人家一起分享 因為講的不一定完全正確 因為我畢竟不是當公民記者 我是在旁邊揣摩 我在聊想法 就很多人認為 例如說去採訪很多人都不認為你是記者 你說欸 看你政見啊 或是說你是公民記者 他就抱著花一個眼光啊 好看你等等 這種 對公民記者來講 真的是 蠻 蠻辛酸的 他就除了你很堅持 就是有人認為你公民記者不是報告你 你只是提供的素材而已 這素材要經過我怎樣處理才叫新聞 所以你提供的是基本的素材 那我們沒有有效的組織 或者說我們是同樂會 我們常常去那裡交遊啊 辦活動拍拍照 這樣就好 這很多公民記者的印象是這樣子 重點是 其實我相信我們很多公民記者的內容 有很多東西 可是我們有資訊 怎麼體驗出來他的 真正有價值的地方這樣 甚至我們有報導 那沒有影響力 就是少數有啦 有些新聞被看到 被讀的媒體看到 可是很多就沒有啦 你如果沒有通路 沒有一些重量的梗 就沒有 那你有影響 可是呢 沒有價值 各位知道什麼叫 這意思是什麼 我們就有影響 可是人家不覺得那是跟你有關 或者說 他不覺得這個價值是 值得重視的 只是當做 看一下知道這個事情 你想 價值還要包括變成什麼 就人家覺得 願意花錢去買 或者願意怎樣的方式去取得 這才叫價值 如果他說 可有可有 那通常不叫價值 所以 我們也沒有辦法形成一個商資 各位可以講說 哇公民記者 都是志工啊 都是免費的 大家願意認真做公益 為什麼要有商資 可以想想看 我們所謂的專業新聞的工作者 是不是領先 貿易老闆是不是要賺錢 電視台要賺錢 要廣告 他透過這個來維持這個整個一個媒體的運作 他才有辦法達到他的 假設我們是有理想的話 就達到公益史 假設我們沒有理想的話 我們就達到我們的賺錢的目的 這差別在這裡 那我們思考一件事情 公益新聞都不能有收入 不能不要說收入好了 因為可能老輩也是有收入 那大概不會領到薪水 可是我們的這些智慧 這些資訊有沒有辦法變成一個商機 這是一個產業 搞不好會有啊 只是我們沒有去做這個整個去提煉啊 網快大概就會用點這樣 有一個toast menu 這是一個 其實這是中國大陸的一個 留學生他們做的一個網站 他們是看到不僅僅是筆記 還在剪筆記 不僅僅是筆記 他的想法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們是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留學生非常多 那他們在讀書的時候 他們會做筆記對不對 他們把筆記公布在一個共同平台 然後 這是有收入的 就是說 你要 例如說好學化學 化學的筆記 那可能去上網去下載有多少錢 那這個網站可以抽成 就是說你下來這個 因為我筆記做得非常好 那例如說我是用中文記 雖然他教英文 用中文記 然後加什麼 對很多人來講說 我為了要快點拿到學位 這個很好 願意花錢 所以他反而是 本來只是一個公益的平台 他只是互相交換一些資訊而已 結果 現在他也可以收費 但他不敢收太多 因為覺得 基本上希望所有 他提高所有的流量 所有的留學生都願意來這裡參加他會 來這裡交換 這是你自己也提供你的筆記給別人 那提供筆記給別人 你就可以獲得 假設人家用你的就有收入 不多 但是不如小筆 而且互惠 這是一個 我覺得他是一個 也是用公民智慧的一個想法 他就認為有需求就有供應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個筆記的好方法 不同觀點 所以他是交易的共用平台 而且他 你注意看喔 他所有上傳的檔案都會經過審核 才會這樣 會在平台上銷售 所以這點有一點點不同 跟我們剛剛講的公民行為不大一樣 他有審核 這審核不是審核說你的意識形態啦 言論自由 而是說這個內容有沒有一定的標準 一定的程度 覺得這個是還可以 不然你寫錯了怎麼辦 因為筆記弄錯了 然後結果還有另外一個人考試 所以他一定的審核有一個機制 這個審核機制 就讓他這個資訊抵架實 他如果沒有這個審核機制 恐怕你不放心啊 要花錢就買到錯誤怎麼辦 所以你看你就審核了這個機制 就讓這整個資訊變成你的價值就不一樣 所以 我覺得 有一個做法 這題目很好 真的今天只是一些分享 所以我說是公民事務的發想 我們有沒有辦法做一個公民認證 公民認證就是說 我現在講的不是專家認證 我們現在知道我們食品安全 尤其食品就是要專家認證 然後要公司來認證 認證這家的油是沒問題的 等等 這是專家認證 可是我們有沒有辦法公民自己來做認證 公民為什麼不可以 有啊 因為我們公民很多的 其實我剛剛講的做法 例如說 剛剛講那個專利權就是這樣子 我不是專利的專家 可是我可以幫你去找很多資料 發現以前有沒有做過這個事情 這種做法 你不需要是這個專家 那你可能是不同領域的提供 領域的方法來提供 那重點是說 這個公民認證還包括一個 又親身體驗 我們今天有在做那個什麼 那個大西的老街 木老街 白田老街 那我們如果假設 我們這裡有一個公民的平台 所以大家都去那裡玩 大家去看 然後我們就來認證 那我認證看 你就會好 就像打分數打讚一樣 可是我們現在認證 這個認證是有 有什麼 有背書的 如果背書是怎樣 我們很多案上 我們都不知道誰是誰 可是我們可以讓他呈現出來 是說 可能是 我們廖正舟老師 他去過頭 他可能做認證 當有一些 不同領域的背景 可以顯示出來 讓你知道對這個領域 這個地方 肯定 這就是我們認證 他不需要是 老屋專家 他不需要是 在外面的專家 他只要是 另外一個地方 另外一個領域的權威 或是 應該覺得不錯的專家 就好 或是說他可能這個人是 就是做很多好事 善人 他覺得很好 這種認證 他會讓一個地方 這個品質 這種的認證 是很有意思的 他是庶民的認證 我們不是透過 好像什麼科學 專業標準的認證 我們互相來認證 這會 搞不好 他會讓我們的一些資訊 變成有價值 因為他被肯定 所以 我們怎麼去建立 一些公民的評價呢 假設 這些處理去對一個醫藥新聞 或對一個食品安全新聞 他去認證 他去按 覺得這不錯 唉唷 我這樣背景是這樣子 那我就覺得這個比較安心 或對這個新聞報導 也比較放心 所以我覺得我們公民那麼多的 不同 來自不同地方的人 那麼多不同的資源的人 當然可以做這個事情 只是我們沒有去把它發揮出來 而且我們還可以做體驗行動 這個體驗行動 跟這個認證是可以有關係的 我們其實做網路 誰說一定只能在網路上按讚桌 留言交換意見 我們其實是可以有行動的 這行動是可以去 一地方去體驗以後採訪 所以 他其實可以串聯 包包罐罐 按讚 下單 評價等等 其實我們可以還想很多的 我們可以去做 按讚 請